香奈儿2015年春夏服装日前在巴黎大皇宫发表 这一次创意总监Karlogafield 他把巴黎大皇宫改造成巴黎的街景 打造了长达130公尺的香奈儿大道 更令人惊喜的是 服装秀的尾声model们就手拿各种标语上街游行 他们要求性别平等 自由和平 时尚的非常有态度 我的儿手拿大声工高举标语告示牌 Free Freedom His Story is Her Story等标语展现香奈儿 创意总监Karlogafield 深远两性平权的决心 你能够成为女人 能够成为男人 但大家都有两肩和两肩 你能够从男人和女人与其中间 这是香奈儿大道 巴黎的街景 地上的水洼 即可乱真 香奈儿2015年春夏发表秀再创新风 Karlogafield将巴黎大皇宫打造成将近130公尺的街道 模特儿三三两两结伴走秀 营造街头的时尚氛围 2015年的春夏发表秀 莎菲尔承袭了香奈儿女士当年前卫作风 她将男士西装布料设计成俏皮的裤装 简单的黑白条纹中以金色配件点缀 不至于乏味 大胆创作现代女性的样貌 我们看到新的袋子 我们叫Coco Girl 它是像一个袋子 你绿练它 你可以穿它在肩膀和腰部 在背后 Chanel是关于袋子 所以我总是要改变袋子 从超级市场到巴黎街头 卡拉克菲尔多次将时装秀搬到日常生活中 拉近时尚的距离 当时装秀搬到平常的东西 我认为它是很有趣的 做一个服务的展示 而什么接近服务 是女性 是新的新的新的女性 期待下一次将近80岁的Logopher 将时装发表秀打造成什么场景 展现它惊人的创意实力 希望妳们大食客 见过一些宅客 racorange 放入 例者